香港国安法是继基本法后 中国又一直向世界证明了 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可行性 在法律通过之前 反对派的核心人物 纷纷表示退出政治圈 有些甚至退缘改变态度 说自己是一国两制的支持者 港独的组织纷纷 也是算不解散 更有不少的人潜逃国外 就以证明香港国安法 由于定海神尊 回复了香港社会稳定 我抢去久安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家安全如祖传一样 不可侵犯 任何国家企图 将香港分裂出处的行为 都不会特征 任何过去压力 都不会阻止 中国回复国家组成 和国家安全的核心 这些条文都明确反映出 中央对未来 贯缺爱国解治港的核心 只要贯缺爱国解治港 才能增进回复国家的统一 和领导完成 才能回顾香港社会的繁荣 和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